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点了 咱们吃饭去吧 好啊 吃饭了 吃饭了 来 吃这个碗中午 好 吃什么 要不还是去那家吃那个一面的家去 太辣了 太辣了 你们好好吃 哪家你古本人怕是辣啊 反正我想吃 来 晓萌 跟我们一起吃饭去 我就不去了 你们去吧 我这边还有工作 对 吃饭啊 要不帮你带一点 不用了 我带了午餐 好 一会儿去吧 我从来没有接你正儿八经吃过一顿午饭 咱们奥斯顿可没有这个奖赏 不吃午饭的员工啊 我要出去吃饭的话就要浪费一个小时 那我工作就做不完了 我不想加班 我家里还有事 又有事啊 家里 这家里面有事也很正常啊 这家里面有事也很正常啊 快走吧咱们 一会儿要排队了 一会儿要排队了 行吧 那里忙 那我们吃饭去了啊 那我们吃饭去了啊 伯任 快点快点 嗯 走了啊 干吗 拜拜 你们就去那家吧 好吧 你们就去那家吧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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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龙泰集团 之前在墾丁啊 幸好你救了凯凯 登门道谢的时候 你正好不在 后来我转身去见了个朋友 隔天就回上海了 没机会亲口谢谢你 你心里一直觉得很遗憾 邱董很挂念这件事 所以请我找您 我照着名片联络 才知道你也到上海来了 不好意思啊 今天让你跑一趟 没关系 其实邱董那件事 你也别放在心上 或者是别人 别人也会这么做 其实今天找你来也不光是道谢 是有件事情 想问问你的意愿 什么事 不瞒你说 回上海前 我去见了一个老朋友 你是认识到 吴教授 你也认识吴教授 是啊 他不断地跟我夸奖你 他还说 再去 我们准备在苏州 开发一个度假酒店 锁定高端客户 这是龙太集团 第一次进军这个市场 当然我希望 有一些不一样的思维 因此呢 我很诚挚地邀请你 贡献你的想法 参加预案 秋董啊 很感激你这么看得起我 不过这一次我来上海 并不是热找工作的 我是正门为了朋友女儿的 我知道你现在要专心做一个好爸爸 但是你也可以同时 做一个写情书的人吗 这是一个机会 也许 你可以为这座城市 写一封情书吗 关于这次预案的细节也都在里面 好 看看也无妨嘛 好 妹妹呢 嘘 里面做作业呢 作业 做什么作业 手工作业啊 不是已经教了吗 江老师说 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但是有个前提条件 就是必须他自己完成 不收 有口气 像我 不对啊 江老师不是说 我不收那个持家作业了 怎么突然接着大发师妹啊 哎呀 对待孩子嘛 总可能不一样的 小黄 我来见妹妹回家 妹妹做作业呢 好 好 那我去找她 别别别别 别打就打 让她自己好好创作 那我在这里坐这儿等她吧 坐好了 坐吧 喂 你在这里会房外没有唱作的 她也不知道在做多久 好 要不是先回去吧 没事啊 我等到她做完为止 多久都可以 又不这样吧 我去看看 然后 我问问她 淼淼 爹地进来了啊 好 我问过了 淼淼说可以陪你回去 真的啊 但是呢 有个前提条件 她要让她老爸 陪她回去一起住 那怎么可能 那怎么行 你的意思就是说 淼淼还要继续住在这里是吗 看起来是这样了 行啊 佐代俊 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喂 喂 喂喂喂 我送你吧 哎 看我淼淼 咸 喂 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跟时间没关系 跟星期有关系 你少吃点啊 太凉了 就你身体不好 赵磊 我现在吧 就觉得我整个身体又有一股灼热感 身口罩 特别闷 我一深呼吸吧 它就会好一点 我一放松 它就继续烧起来 我就是想吃点冰激凌 消消火 听上去呢 像是这个胃食道啊 逆流 反胃 难受 你确定不是气急功心啊 我前阵子还在网上看到一个信 有两户人家住隔壁 但是他们的感情不好 有一户人家在院子里的大树长得过于茂密 就长到另一户人家的院子里 每次秋风一吹啊 落叶就会落到那户人家的院子里 所以那户人家就会特别生气 他们两户人家就为了叶子这种事情吵起来 结果你猜怎么着 结果 打起来了呗 根本就没有打起来 其中一大妈就被气得气急功心 口吐白膜就这么挂了 所以我觉得吧 我被你活活气死这句话 还真是有可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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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被左在军气着了 你们俩真的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机怨已久 少吃点 少吃点啊 这样 我呢 找机会 帮你收拾左在军 行不行 那你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了 我 我 我 虽然我有错在先吧 可是我也道歉了呀 但他总是摆出衣服看着我好戏的样子 一见到就恰我 他你还不明白吗 他就是直嘛 直跟冲一不一样啊 现在他住在您那里 面面的整颗心都搬到您那里去了 我现在都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知道吗 好了好了好了 他是觉得呢 你有这个能耐能搞定 他应该这么想的啊 我猜我猜 来来来 消消气 吃点 先说好啊 只能再吃一口了 太寒了 对女孩不好啊 这一勺够大吧 郑磊 还是你对我最好爱 只要和你在一起 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和放心 舒服 放心 就对了 这就是我 郑磊 看着我眼睛 快谢谢我 谢谢 嗯 张嘴 慢点啊 慢点 慢点 拿来吧 咦 哇 咦 氓吧 嘿嘿嘿 左战志明同学 你的衣服呢 都给你洗好了 也叠好了 谢谢啊 别卖乖啊 衣服都给你洗了 垃圾 明天 行行行 明天没人当 没人当 谢谢 这是什么 龙泰度假村标案企划书 哇 你还认识龙董 我想起来了 你还真认识龙泰集团的董事长邱董 你还记得 我当然记得了 我能看看吗 不用 他们找你干嘛 合作啊 我说 邱董让我拿着回家看看 看看 看看不是希望跟你合作吗 有机会跟他们合作 一定要合作啊 你干嘛呀 不是啊 人家也没有说一定要用我 就是 就看看我有什么想法 你别忘了 我跟你说的 人生的时间是短暂的 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不错的方案 仔细看看啊 好好看看 别忘了啊 别忘了啊 垃圾由你负责 知道了啊 贴上去就不热了 乖 乖 怎么样 还发烧吗 手好像退了一点点 精神好多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来 赵俊 我必须要告诉你个事情 我的旅游签马上到期了 我必须要回去 好 没关系 那你先回去吧 淼淼我来照顾 那 大不了我接受请假就好了 不行 你不能再请假了 你这么一二再再二三再请假 小心老板把你开了 而且你这段工作真的不错 你一定要珍惜啊 戳过了妙妙成长的时光 那才是可惜啊 是 如果我老板接受不了 那我自己当老板好了 啊 好 啊 晚安 阿玛 好 好 阿玛 阿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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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就和在军养了妙妙八年 我姐真的是错 你姐错了 对啊 他老跟我说 男人没有一个靠谱的 爱来爱去就爱他们自己 可是你看 我眼前的这个男人 多没有爱心 良心 责任心啊 别别别 低调 低调 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不用谦虚 我看看啊 怎么样 太疼吗 好多了 感觉快好了 是吗 这边呢 还有一点点 还有一点 好 那你再靠一靠一靠 多靠一靠 回家吗 一起吧 我先不回去了 我有点事 那你去哪儿我送你呢 不用了 我叫你转车就好了 你别客气嘛 我那不有车嘛 你叫什么车呀 走走走 一起吧 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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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 等一下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摔了 不走了 对不起了 给我吧 我拿去修 不用 我自己拿去修吧 放心吧 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不用你负责 没事 本来就是我弄的吧 走走走 走吧 走吧 放心吧 走啊 你叫我等了 爸 刚刚您是有点状况 没事 你准备午餐了 当然了 好 我给你准备了点便餐 有酸奶 还有三明治 我太了解你了 你呀 上学的时候 一忙起来就不吃早饭 午饭 现在呢 现在呢 更忙了 肯定不吃了 谢谢你啊 看着就很美味 妹妹这几天 过得好吗 好啊 我就知道 她在你那里住 肯定特别开心 她又回到了 有在君 有你陪她的日子 把我这个阿姨 文文全全的给忘了 没有 没有 我保证啊 妙妙绝对没有忘了你 最近我还在想呢 妙妙会不会不回来了 你说你想那么多干什么 真的 就算她回来了 也是勉强回来的 她的心也不在我这里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 要是下次还有冲突的话 她不只是跑去那里 而是要吵着回肯定 我真的不想再耽误你和蔡君了 你也知道了 蔡君为了 为了妙妙 放弃了她的梦想 每次一想到这个 我心里就特别地为难受 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 我也想把你谈了 那你就不要 所以 我你今天 把你交过来 也就是想跟你商量 一件事 我问了你 你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问问再俊 就按照妙妙的意思 让他搬到我家里来住 搬到你家里 怎么 这再俊这态度你是明白的 我知道 这个可能有点难 所以我才找你来让你帮帮我 你就帮我劝劝他 不用太早 只是暂时的 我在想如果有他的帮助 再加上我的努力 明明很可能很快就可以适应 这个爷的生活 到时候再俊也可以很快地 回归他自己的生活了 你帮我劝劝他吧 我知道 我知道 全明白 看在我这么可怜的分上 我真的好想愣愣 快点搬回来 行 我知道了 我想想怎么办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 很麻烦的问题 但是 只要你帮我 肯定没有问题 郑小蕾出马 一定不难 现在该吃东西了 赶紧点 快 好 好 今天上班怎么样了 累不累 压力大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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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案子交货时间 让他们往后拖一拖 另外如果不是熟客的案子 就先别接了 用妙妙 我要花些时间 尽量让妙妙试一下上海 小萌不是也在这吗 那我要帮小萌 适应妙妙啊 你们的友谊 似乎已经超出了 正常理解的范围 你看啊 你帮她养孩子养了八年 现在把孩子还给她 还要管事后服务 首先呢 妙妙不是物品 我必须要负责地看着她 快乐健康地成长 她来到上海了 我必须负责到底 嗯 负责 懂 你又不知道她的谁 小心被我解雇啊 大不了就不干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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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工作了 是啊 哎呀我就说嘛 这个案子就应该是你的 谁知道 尽量吧 努力啊 加油啊 妙妙睡了妙 如果她没睡 你说我赶工作 你看看 你们脑子里就 就只有妙妙妙妙 就装不了一点别的 你有什么办法 自己的女儿 对不对 我要提醒你一点 你要搞清楚 现阶段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在于 让妙妙和小萌之间的 这个距离啊 越来越近 那我就要看听小萌自己了啊 说实话 妙妙也不是一个 难相处的孩子 是吧 有这么高的难度吗 不明白 小萌今天来找我来了啊 她呢 她是希望 你和妙妙搬过去 滚了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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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工作啊 拉下这个项目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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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没有做早餐吗 我赌你绝对没有做早餐 所以呢 我就把早餐给你买来了 你太了解我了 拿着 我本来想着喝一杯牛奶就去上班呢 你呀 都当妈妈了 怎么能不吃早餐呢 来 张嘴 看着我眼睛 谢谢我 谢谢 来 再张嘴 你坐吧 来 坐吧 你说的对 当妈的事得有体力 才能想办法把女儿赶紧接回家 妙妙会回家的 你赶紧吃吧 别想那么多了 快吃 我今天头好疼 别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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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头好疼 不要再想了 快 分 好吧 哎 这就对了嘛 吃饱了 来看看我们的花花草草怎么样了 我按你说的一天交一回 也不敢交多 好 长势挺好啊 水分是够了 缺一些养分 养分 嗯 那我下班的时候 去买点肥料吧 不用 家里就有肥料 家里吗 有 用剩下的鸡蛋壳吗 蛋壳 我昨晚才把垃圾全倒了 要不我先去煎个蛋 只有蛋壳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可爱啊 煎什么蛋啊 刚吃了早饭啊 蛋壳也可以做这个肥料啊 那 把蛋壳留下来 晒干 捣碎了 放到土壤里 这样呢 养出来的花又大又鲜叶 就是神奇啊 还有啊 以后 那个果皮啊 蔬菜叶 你都不要丢掉 都是特别棒的肥料 而且 纯天然 不污染 正蕊 你可真是绝种的好美 上得了厅堂 又下了厨房 还管得了盆栽生长 牛 嗯 会夸我了 我哪有夸你啊 说明心情好了吗 状态不错 我说的都是实话 保持啊 我就说你一定要保持这种状态 真的 非常好 你以前老说蕾子有三个石头 所以你做人稳稳当当的 我现在真的是深深刻刻的感受到了 哎呀 现在才感受到 真是后知后觉 但是呢 还不晚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以前就知道你是一个大好男人 现在更加的知道你是一个好好好男人 哪个女孩要嫁给你 还真是三顺游戏 嗯 嗯 新的一天又到了 我得赶紧想办法把妹妹借回家 再军要是能搬过来 就最好不过了 嗯 想让再军搬过来啊 说真的有难度 但是我觉得 她应该会被妙妙着想 我相信她心里非常非常纠结 争扎 要不然 你找她 用你的真心实意打叹她 嗯 你说得对 说得对 好 好 再军 这几天 让你接宋妙妙 辛苦你了 不辛苦 这么多年男友都是这样的 可你不需要这样了 什么意思 嗯 当初你让我把妙妙接回上海 我相信你肯定是希望我们母女团圆的吧 是 既然这样 为了妙妙我恳求你 帮帮我吧 我真的想尽了办法 可是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妙妙是一个比较敏感比较特殊的孩子 也许我在网上查到的一些教育信息 没有一点适合她的 网络上的信息 怪不得把事情都搞成这样了 网络上也有很多靠谱的信息 比如说有很多亲子教养专家给人咨询困难的 我知道你现在觉得我很笨 可我真的没有带过孩子 所以我总是要听听别人的经验的嘛 我真的有非常的努力 可是妙妙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孩子 只是无疑是乱的手脚 妙妙养成笔记 我不是已经给你了吗 养成笔记也需要实践的 妙妙现在根本就不给我这个机会 她住在郑磊家 我还怎么跟她相处 我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要跟她快点收集起来 也许我现在这么讲 你会觉得我很自私 但我请你帮助妙妙 适应和我住在一起的生活 让她过一段有爸爸有妈妈的日子好吗 采军 你就搬过来住吧 只要你搬过来 妙妙才肯回家 people you say 帮我把真相虚焖身 würden 美帮表爸爸来见面表啊 参可老师您好 吃 我来吃谢谢您的 就是那个小木屋那个作业啊 谢谢你给他第二个机会 谢谢你 小木屋作业的事情 也是因为妙妙妈妈的关系 怎么 妙妙妈妈没有告诉你吗 按理说 作业过期没交 我是不会通融给第二次机会的 但是那天 妙妙的妈妈来找我 其实 妙妙的那个作业是我做的 那天我看孩子睡着了 又希望他可以交出一个好的作业 就把他没有做好的小木屋 改造成了一个小城堡 可是妙妙这个孩子呢 他特别有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这个作业不是他完成的 所以坚持不交给老师 那天也是我硬要他带到学校来的 妙妙妈妈 其实小木屋作业的事情呢 多多少少都有家长帮忙做的痕迹 孩子们作业一交上来 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哪些部分是家长帮忙做的 其实呢 站在你们的角度我也能理解 大家都是求好心切 所以有的时候吧 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不去戳破了 所以老师 可以给妙妙重新做的机会吗 因为这个作业对妙妙来说 特别重要 我希望老师能够让她重新参与 这次我保证绝对不会插手 全部让她自己做完 拜托老师了 所以这个事情不要谢我了 谢谢妙妙的妈妈吧 她能够针对小木屋作业的事情 向我勇敢认错 真是我见过的 很特别的一位家长 不过 这也能看得出来 她真的很爱妙妙 是的 那好 向老师你先忙 我不打扰理了 好 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妹妹 你现在还会想肉包吗 当然啊 我是肉包的妈妈 当然会想她 你看啊 你这么长时间没见她 你会想肉包 那一样的 你好像她没回家了 妈妈也会想你 说说 为什么不想回家 阿姨就像陌生人一样啊 她不了解我 我也不了解她 陌生人生活久了 慢慢就变熟了 可是 我喜欢跟老爸爹地在一起啊 而且老爸 你都来上海了 能不能 像在肯定一样 一起住 你之前住的是爹地家 那你到上海了 就应该回自己家里住 那不然你们两个人一起搬过来 我就回去 你爹地有自己的家啊 那怎么可以 搬过去跟阿姨住呢 那老爸搬过来啊 我搬过去跟阿姨住 蛮奇怪的啊 哪里奇怪 不方便啊 什么会不方便 阿姨家什么都有啊 那如果老爸不来的话 我们继续住在爹地家也很好啊 那是不是如果 我搬过去跟你们住 你就会试试 跟妈妈相处啊 嗯 睡了 把妙妙红睡着了 哎 我听妙妙说 你答应她 陪着她去小萌家了 是时候如果 还在考虑呢 我说你还考虑什么 你纠结的点到底在哪里 不是啊 那你想想 那我来上海我肯定是住在这儿的呀 两个男人住在一起 那很正常呀 是吧 那我们当年在台湾的时候 不是我们三个住在一起不挺好的吗 对啊 那个时候有你啊 那现在有妙妙啊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你说啊 你有什么 有什么难受的地方 委屈的地方 你说出来 不是啊 那 那没有自由的呀 怎么不自由了 那很简单 那你说如果我住在那里 嗯 那那我喜欢讲 我是不是要穿好衣服才出来 是吧 那如果大热天 那你说我能穿过短裤 在屋里跑来跑去吗 那不行的呀 不可以的 这是你难受的地方是不是 好 那我问你啊 现在妙妙住在这里 大热天 你敢穿着短裤 跑来跑去吗 你敢不穿衣服吗 这不一样的吗 哎 左再俊同学 你口口声声说啊 以妙妙为重 什么都是把妙妙排在第一 现在好了 你因为不自由 不舒服 然后你又不顾及妙妙想法了 所以你是说我不把妙妙放第一位 是吧 现在 我把坑的所有东西丢下 专门跑来上海陪她住 啊 我不把她放第一位 你再说一次 嘘 嘘 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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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我也不跟你吵啊 我就告诉你 妙妙 是你左再俊 我郑磊 最重要的人 对不对 这点没错吧 啊 反正如果她需要我过去 我什么都不说 我立马过去 你呢 她是适应你了 你就陪她过去怎么了 这事我不给你吵了啊 就这么定 对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